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路边停车时驾驶人忽然紧急打开车门 使后方来车追撞意外 所以我们研发了这个强制式二端开门警示系统 使驾驶人无法一次完整的打开车门 而必须分两次开门动作 使后方来车可以预先预防驾驶人突开车门的状况 使事故降到最低 现在我就来说明这套系统整个流程及架构 我先说明各个感知器的名称及位置 这个为指挡解除器 这个为单向开门感知器 这个为改良指挡器 这个为开门警示灯开关 这个为单向开门感知器 这个为单向关门感知器 这组为指挡解除器控制模组 这个为电瓶 接下来我来示范开门时候的动作 当驾驾驶者停车后要打开车门时 他会第一次拉动把手 此时指挡解除器再会解除动作 所以我们拉动把手时 车门即卡在约15度角位置 无法将车门整个打开 此时开门警示灯 在打开位置 使后方警示灯亮起 以提醒后方来车 开门 车门已开启 当我们放开把手时 单向开门感知器即会作动 使使指挡解除器解除 此时指挡解除器已解除 这时我们第二次拉动把手时 即可解除改良的指挡器 这时车门即可全部开启 接下来我们来示范 关门的动作 当我们关闭车门时 单向关门感知器 会使指挡解除器恢复到未解除的位置 这时 这时候关门警示灯开关 这时候关门警示灯开关 关闭 使后方警示灯熄灭 此时指挡解除器恢复到未解除位置 此二段式开门动作 约有0.3秒至1秒的反应时间 这个时间虽短 但足以使后方来车 有反应的时间 以使事故降到最低 我的报告到此 谢谢